与刚刚的这一题,009这一题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它变成VBA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首先的话,必须一样要解决两个问题 这LARGE跟SMALL的问题 所以 这怎么样做比较简单 第一个,一样把它扩拉过来 然后呢,把它改成VBA 那如果我说呢,我今天 我把这个删除好了,delete掉 然后再来的话,一样在开发人员 反正将来呢,步骤都一样 如果VBA的话 你就是在Visual Basic里面 打开之后的话呢,按右键插入模组就对了 不论反正就是插入模组 那再来的话呢,插入一个SARB SARB名称呢,我叫这个 前后三名公司之和 然后按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把这个名称给他 SARB按确定 这样就OK,模组 SARB,OK,那SARB里面写程式 写什么呢 那如果你实在不会写的话 你就拿刚刚的那个范例来call也可以来 比如刚刚我们那个 描迪这个 把这个程式中间这一块 把它复制好了 贴到这里面 那改的话当然一样 我们一样嘛,就是说 可是问题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要判断 公司前后三名,那怎么判断呢 特别注意啊,这边for i 等于 2到10 好 2到10的话,范围是一样的 那我们刚刚是用laps 抓钱 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储存格里面的值 要大于什么 大于某一个 某一个值 是不是 是的话呢 就帮我累加 所以特别注意啊 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 抓sales的 应该是工资的话是b缆 所以把laps 前面的部分把它拿掉 然后后面 0.2 刮斧 后面这个条件的话应该是什么 大于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把这边改成什么 大于 哪个数字呢 有两个 一个是这一个 一个是这一个 所以呢 这一个 或这一个 都是要 都是要加的 所以我们可以 如果这个里面的 假设是大于 所以这边的话大于 那那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呢 就是叫range的f2 所以我后面的话就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这个range 我就是 他如果大于f2的话 OK 等于少了 OK 大于等于 漏掉的话就少等于 就变前两名 OK 或者是 所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后面这一串 贴上去 然后这边的话改成g 这个方向改一下 小于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小于 g4 g2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两个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的话 然后就是把它累加 累加的话呢 就是 把 其实累加写前面 写固定好了 写这样 sum 等于sum加上 把这个b欄的工资加上来 最后呢 再丢到d2 所以底下都不用改 写完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改判断的部分就可以了 判断的话改 这个 OK 然后呢 再来我们来 rown一下 给各位看 刚刚最后的结果是 rown完的结果是 20万 6500 我们来row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这边把它 执行 OK OK 输出结果 也会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特别是 我刚刚 把 这个 程式做修改 主要是这个 跟这个 结果的话 就输出 但是呢 这边如果说你要更加完备的话 其实你可能还要考虑到 这个词跟这个词 因为变成说你要 半自动的 如果你要全自动 这两个词 假如说你希望他能够自动产生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做 也许你可以在上面 再加上什么 如果这两个词 是刚开始没有 我要自动让它产生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呢 跟他讲说 range f2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复制起来 Ctrl C 取消一下 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公式 丢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把那个什么呢 range G2 里面的公式 等于什么呢 先给他两个双以后 然后再把什么 把这个公式 一样再把它复制 贴到这边来 那意思是说呢 我刚开始执行的时候 假设这两个不存在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先怎么样 先帮我把 这个公式 先丢到这里来 产生结果 这个公式 再丢到这个 地方 那我就会有 F2跟 G2里面的资料 再去做后面 就OK了 就变全自动 如果你前面两行 没写的话 那变成 你要半自动 因为你要先自己 把公式key出来 如果你要完整的话呢 你就是啊 把这个 先丢进去 这个丢进去 然后底下的话呢 一样跑出结果来 OK 但如果你要更完备的话 可能就是什么 在最后再把什么 把这个F2跟G2怎么样 再把它清掉 如果你希望呢 他最后呢 里面呢 就不要让他看出来 前后三名 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它清除 反正这个 这个部分 其实是 锦上添花的 OK 然后输出结果 再让一下 OK 输出 然后输出完 但你会想 这没有 实际上是 其实 是太快了 他是 产生做完了 那再把它清除掉 这样就让他看不出来 实际上是有 但是他很快就把它清掉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前后三名